各位好,第三堂课的试试茶盒 要跟机器人协作几张开始 这一次我们会直接使用的真的假的的协作品牌 在平台上面其实目前已经有几千个跟各位一样的茶盒聚工 URL有很整的啊,请直接在网址里面打ColdFox茶TW就好了 进入之后呢,你会发现右上角周围有登录的按钮 大家进来说可能是看到一个很大的机器人在的首页 右上角登录之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页 ColdFox茶TW,登录有四个选项 你有Facebook账号、Twitter账号、GitHub账号跟Google账号 都可以直接一键登录这个网站里面 然后在这个网站之中呢,你就可以直接进行辟谣了哟 好,首先呢,大家可以看到可疑讯息或者是等于来达当中 我们要做的事情,今天要做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情,评价现有的回应 我们可以看到现有的,比如说像这则意大利的讯息好了 有的讯息已经被回顾了 但是他们还没有任何人评价过 回应是不是有帮助 那如果你看到这则讯息已经有回应了 你想象,如果你在Line里面收到这则讯息 那目前的回应有没有帮助呢? 如果有啊,那怎么样去评估有帮助的回应 你就是看到说,他有提供有关的资讯 或者是他现有的资讯比原本的资讯更多 或者是他有提出有关的正确的出处 并且正确的指出正确的地方在哪里 错误的地方在哪里 或者是如果不应该被查证 不在查证范围的讯息的地方在哪里 如果回应有帮助,你就帮他按一个赞 下方之后有一个网上的按赞的系统 跟网上的倒赞的系统 如果觉得回应其实没有那么有帮助 你可以跳过 或者是回应乱回,回应没有帮助 回应再乱放广告 处处跟内微没有关系的话 可以直接按一个倒赞 那如果你觉得说 这个讯息你已经知道怎么回了 其实你可以直接撰写一个新回应 后面任务三会讲到 你可以直接写我要查回回应 就可以直接自己写一个新的回应 这个任务一帮忙按赞 帮忙按平台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其实网站跟使用Line平台的聊天机器人 都会显示评价的数量 如果回应非常的多 我们会让很多人觉得有帮助的回应 也有心显示 此外聊天机器人并不会去推播 负面评价比较多的回应 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回应是不够好 它不应该被看到 所以呢能够多多帮忙停价 其实就可以参与这个系统 让聊天机器人回的讯息更准确 所有的讯息其实都是聊天机器人手动回报的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来去试图 在查课系统中去拆解这个讯息 举例来说有没有在查课范围 是不是应该要被处理 有没有争议点 如果说这个讯息没头没尾 只有两行字 只有五个字 那我们就先去找它的脉络 去找出它搭配的图片 找它搭配的影片 搭配的声音 再来碰出你觉得 深情的争议点 找出什么样的地方容易打动人 什么样的地方容易让人觉得想相信 并且去思考别人会怎么样想 最后去准备我们回应的材料 在查课范围吗 我们所谓的查课范围就是在LINE上面 在Facebook上面去转传的这些讯息 如果说这个讯息其实没有什么人在找 那它可能是自己输入的讯息 是测试讯息 我们会认为这样的讯息 永远都不可能会被查证 或者它是不是商业广告 很多大型公司 或者是商业媒体 他们可能有新的产品要上市 他们会帮很多的商业广告 实际上你作为一个试试查核的朋友 你是不需要帮任何商家去打广告的 但如果其实很多人查询 你可以基于个人的善良 个人的善意志 去协助提供结束的时间 或是查课的细节 但其实不强制做这件事情 先判断讯息是不是需要被查证 什么样的讯息不被查证 系统里面有提供 其实几个简单的膜板里面 我认为不在查证范围 举例来说长度太短 或者是它其实是商业广告 商业促销 没有查证的需要 因为这个讯息 跟留言查证没有任何的关系 或者是送出的讯息 其实是在跟聊天机器人聊天 因为大家看到机器人 都会想要测试机器人 所以很多人会跟机器人问好 对它示爱 对它聊天 还有一些情况是 是想要对开发团队 对Covac真的假的的建言 或者提供意见 那我们也会设置在意见回馈这里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 完全没有意义的测试 或者是连接点进去已经失效了 通常真的假的查课服务会 协助点进连接 然后看看连接的目的是什么 或者想要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在常用的模板当中 这有一些罐头回复 所以如果你按下之后 可以再稍微编辑文字 直接送出就可以了 那有一些讯息 其实是非常的短 微头没尾 但是很多人回报 三个人 五个人 十个人都有可能 这表示 这不是一个其中单一的使用者乱输入的问题 举例来说 以得知目前台湾最新赵上帝 长这个样子 自由 它有这么多人在看 然后有很多人想回报 表示说这个讯息 其实是一则热门讯息 它可能背后 有其他的图片 影片 声音档案 那我们就先去找回 这些档案再协助查核 有一些讯息 会跟着影片或图片一起分享 那真的假的 今天想要做的是 就是回报图片的影片 但是我们一样 可以先把这一串文字 拿去Facebook搜寻 拿去Twitter搜寻 拿去Google直接找 那你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人提供了 这个讯息的 详细的图片 我们就可以再把这个连结 复制起来 放在我想查证的地方 还有一些情况 就是讯息没头没尾的 可能被截断 可能不完整 然后它可能是 从其他的机器人 转介过来的文字 那我们就可以一样 把文字或者是 部分的内容 一样拿去找全文 就可以确认出 这个讯息的 真正完整文章在哪里 然后呢 我们要去找出 这个讯息里面 比较煽情的争议点 有哪些 举例来说 你看到LINE讯息的时候 怎么样会让你觉得 高兴、有趣、生气、愤怒、难过、焦虑 这会是其他的LINE使用者 最想知道的事情 想要提供哪一些资讯 我们都要去 试着安抚这样的情绪 找到重点 我们就可以很迅速的 写出LINE使用者 觉得有帮助的回应了 那此外 我们一样可以看看 其他人怎么想 我们可以看 回报者的补充 在我要查核辟谣 跟分享 分享室可以分享到 Facebook或者是复制内容 中间有一个 我想补充 登陆网站的人 或者是你用在LINE 聊天机器人 上面搜寻的时候 发送讯息 那讯息还没有人查过 一样都可以发送 我想补充 它就会增加 几个人想要知道 讯息的真实性 那你就可以在 我想补充当中 提供更多的资讯 像我刚刚提到的 你可以去 把图片 或者是影片的URL 复制起来 放到我想补充里面 可以协助补充 那目前的 我想补充就是说 菲律宾近日有强台吗 有没有强台 那如果你觉得 这个补充是有帮助的 一样可以帮他 按一个好的评价 之所以要补充 就是因为 不知道怎么样回应 有一些情况是 你可以主动 跟其他人协作互助 因为你不知道 怎么回应 但你已经查到一半了 那你就可以按下 我想补充的按钮 然后把你查到的文字 把你查到的影片 把你查到的资讯 通通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 按了送出之后 我想补充这里 就会增加一个 提供的补充理由 也就会是 你所提供出来的 补充资讯 这个补充资讯 可以帮助 其他的协作者 看到这则讯息 可以接力下去 在开任社群当中 我们觉得 可以让现有的资料存在 让其他人可以接力查 或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怀抱数 跟热门程度 就会因此而增加 而这些资讯 就可以提供 其他的编辑作为参考 如果其他人提供的理由 对于查证 对于辟谣 是有帮助的 你也可以给他 一个好的评价 更新完补充 如果你是第二次 提供补充的话 它就是直接覆盖在 你原本提供的 我想补充上面 所以如果你已经 补充过了 也可以再更新补充 越多的补充 就可以让更多的人 参与查核 而这个查证的结果 也会越来越好 在上方 有四个按钮 可疑讯息 就是先有收到的 所有讯息 你可以透过 时间的月历的筛选 去框定特定的时间 比如说一周内 一个月内 或者是 某年某月某日 到某年某月某日 之间的讯息 然后最新查核 则会是 现有已经查证的文章的 最新 按照行就排序 我们在这里 要介绍的是 整理莱达 那个莱达表示 他会自动筛选 有两个人以上 回报的热门讯息 但是他还没有 有效的查核 也就是 他还没有足够多的人 评价说 这个讯息足够好 或足以被 老天经验发送出去 而不要再去 干扰其他的查核者 最后一件事情 要做的事情 就是撰死新回应 当你在网站之内 点一声 我要查核辟谣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查核回应 下面有四个分类 可以选择 不在查证范围 就是我们前面 介绍过的那些聊天 或者是 不需要被聊天经期间 查证 没有争议点的 商业广告讯息等等 这些都不在查证范围 还有个人意见 是真的假的特色 我们希望 可以跟大家沟通 所以如果说 他的讯息 并没有根植 在事实上面做讨论 而是讲评论 讲个人意见 讲采访的报告 你可以选择 含有个人意见 并且找另外一个 其他的意见 来回复这个个人意见 让他们可以 走出同温层去 看一样 不同的世界 不同的朋友 他们想看的 世界长什么样子 还有正确的讯息 就是你查证之后 确认讯息无误 举例来说 某个政策是正确的 比如说 我们就选3加4 0加7 附上指定 或者是确定的时间 然后让这个讯息 一样可以被得到确认 那就可以帮助使用者 最后是含有不实讯息 如果你觉得 讯息里面 含有错误的成分 那你就可以选择 含有不实讯息 提供查证的意见 提供查证的解答 并且最后 附上有效的出注 我们会有两个框 然后其中第一个框 里面会显示的 这会是 140字的内容 那如果你选择 是含有个人意见的话 里面一样 有一些小小的模板 可以使用 并不强制 有一些是不需要用到 像是划破谬误 或者是 是个人的价值 想象 整个社会 其实没有共识 那这些都可以写在 含有个人印线里面 有一些阴谋论 并不会很明确的 指出它是错误讯息 它如果只是 个人的想象或评论 那一样可以选择 含有个人意见的阴谋论 去解释 或者是 慢慢的去拆解 那一个错误讯息 含有正确讯息的话 就比较简单 你就一样提供 一个140字以内的 正确的文章 然后就可以 顺利下中这一关 旁边有一箱123 或者是断点 甚至还有提供emoji 那这一些 都可以在查证的时候 帮助你进行开版 透过分行断开的话 也可以帮助外的使用者 更好的阅读 那此外最右边的框 有一个放大镜 这个放大镜 可以帮助你 找出现有的回应 像是已经过去有的 相似可疑回应 那就会在最右边 这表示已经有人回过了 至于使用现有回应 则会列出这个讯息的 相关的回应 如果你确认回应之后 确认这个回应是可以使用的 那你可以选择 直接使用此回应的按钮 这个时候 该这个回应 就会直接出现在 你的回应当中 那这样就可以很有效 去减少查课者浪费的时间 我们认为使用信用回应 可以鼓励更多的互助合作 至于想查课回应 有什么样的帮助 之后看到这个讯息 或者是问这个讯息的人 就会收到推波 如果他是一对一的查课 那他问这个讯息 他就可以得到回应 目前只有真的假 机器人有这个服务 如果说你问的讯息 讯息已经被查证过了 那两人可以得到回应 那个问题 但很多情况下 这个讯息都没有人查证过 是最新的问题 那这个时候啊 就需要机器人来提醒你说 上次你查的那个讯息 我现在已经查到的 可能一个月前你问的 那我现在查到了 我要告诉你 该的回应是什么 如果他的使用者 有开启推波 那这个之后呢 那个使用者 就会收到你的查核回应哦 查核格式我们有几类 我们首先要选择 政策的分类 比如正确讯息 错误讯息等等 并且提供大概140字上下 你整理过的资料 或提供的讯息文章 最后提供有效的URL出处 注意不要是内容农场 要非常小心的去选择 你要选择的出处 如果是含有个人意见 那你就提供不同的意见 不同的想法 协助他们讨论 让他们可以走出同温层 去看一下其他人在想什么 并且去交流彼此的意见 鼓励增进更多的讨论 只有使用排版跟emoji 去帮助阅读 帮助让其他人更容易理解 这个讯息是在说什么 其他使用网站的一些做法 如果你对于查核有兴趣的 或者是你想要研究不实讯息 你可以选择订阅本页 使用email订阅 或者是RSS feed 或者是如果你来使用line 使用telegram 或者使用slash 他都可以自动连接一个自动通知 让新的讯息 或者是需要查证的讯息 出现的时候 可以主动通知你 而这些通知也可以选择分类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兴趣 依照自己的职业 医护 农业 政策 你可以透过分类 去选择一些 自己想要优先查证的讯息 那这些都可以透过通知 比如说如果你是使用email feed的话 那他就会在Rob 里面 直接更新你的发信频率 比如说一个月通知我一次 一天发通知我一次 一周通知我一次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line 像我自己就是接line notify 他就可以透过iftt 直接发在你的line聊天室里面 那你就可以说到line的通知说 最近有哪些新的讯息 是需要被查证的 那如果你使用的是slash 那一样他可以透过iftt 把错误的讯息 或者是需要被查证的讯息 发在你指定的slash频道 那你就可以在上班的时间 当你检查slash的时候 就可以确认说 哪些讯息是要等待你去查证的 这些都可以提升我们的写作效率 最后我想要分享一些 就是图片查核的诀窍 很多时候像前面提到的 我们可能好不容易去Facebook 去Google里面 找到了原本里面参加的图片或影片 如果是影片 那就是把影片进行截图 如果是图片那就很简单 我等一下会介绍三个图片查核 使用到的工具 比如说Google图片好了 Google图片呢 除了可以找关键字之外呢 可以透过上传图片的方式 去找到图片一开始发生的 或者是拍摄的日期 拍摄的事件 像过去就有许多 乌俄战争之间的战争图片 可是如果你去查之外发现 这个图片可能最早在2015年就出生过 既然2015年就出现过图片 显然就不是2022年的乌俄战争 然后再仔细去找之外发现 它的标题可能是很多人游戏的画面 比如说在YouTube直播的游戏设计画面 或者是他们可能在部落格上面分享的游戏的攻略 那你就会知道这则图片呢 并不是真实的乌俄战争所枪击的画面或影片 而是来自于射击游戏 或者是战争游戏的游戏画面简介 你就会知道说 那这个图片就会是一则错误的图片 这个东西就可以结案了 除了Google之外 YangDuck它有一些蛮好的功能 举例来说它可以截图特定的区块 它可以直接这个大小的图 这个大小的图 然后直接去找 那它可以找到一些Google找不到的图片 此外它的脸部辨识跟辨识logo的功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因为它一样有俄罗斯的观众模型在董事会里面 所以如果你以信里面有疑虑的话 就是也可以跳过标使用 如果不用用ZUX的话 也可以使用Tina Tina是我作为就是备用的情况下 会使用的图片查核系统 那你查图片的时候 它有一些过滤器filter的功能 你可以找指定时间 比如说我要2016到2017的时间 我要2017年3月到2017年5月的时间 此外它也可以很快速的找到合成 因为它可以找到该图片出现的最早时间 那我觉得像是Google图片 Yongdex或者是Tina 都是非常好用的图片查核系统 在真的假的里面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 我们竟然是一个开源的环境 其实我们就是想要透过创造科技工具 解决假新闻 不实讯息的难题 通事可以帮助其他人 所以我们的程式码是完全公开的 因为真的假的开放原始码 也开放资料库 所以呢 当其他的聊天机器人使用这份原始码之后 使用者 举例来说我的爸妈 他们可以直接问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 他们也可以问下游的聊天机器人 那这些下游的聊天机器人 举例来说可能没遇 或者趋势科技方法达人 他们就会带着使用者的问题 以机器人的方式 问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 再把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的回应 回传给使用者 因为开源的关系 所以这整套系统 就可以提供更多人服务 此外 真的假的聊天机器人 是可以加入在群组当中的 我们对机器人做了一些很细致的设计 当你加入群组之后 聊天机器人并不会每一则群都跳出来 他也并不需要去侵犯大家的隐私 也不想要去读大家的讯息 但是如果这个讯息跟健康相关 跟生命安全相关 跟财产相关 可能跟诈骗相关 聊天机器人只会在群组里面提醒说 好像有一则说法不是这么说的 我们可能基于保障大家的财产 或健康安全的情况 让机器人帮忙辟谣 主动在群组里面查证 至于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更细节 或者是更完整的资料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一对一的查证 那这样可以确保彼此的隐私 并且可以让机器人随时服务使用者 这些都是聊天机器人所做的新的设计 回过头来 如果说你在群组里面收到了一则 儿童打疫苗会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 会破坏免疫系统 像这样子所声称说 次度蛋白会破坏你的免疫系统 并且影响生殖系统 因此希望小孩子不要施打疫苗的错误讯息 做过聊天机器人 你就会发现聊天机器人会直接告诉你 这是假的 疫苗其实并不会去改变人体的免疫系统 也不会去影响生殖系统 秦云泽瑶瑶里面所说的mRNA疫苗 它的创造者毛龙 虽然他其实有一生执照 或者是曾经做过DNA跟RNA 转入细胞动物的研究 但其实他从来没有成功研发过mRNA疫苗 这个讯息他透过叫做毛龙的权威 声称说他可能是疫苗的发明者 所以他讲的事情可能会是正确的这件事 就是不时讯息常常使用的错误讯息的权威 或者是挂名 那如果你仔细查证之后 就会发现事实的真相是什么 而只有透过所有人都一起 互相把错误的讯息跟查证的讯息留下来 这个时候呢 新的讯息要被查证的时候 才可以更有效率 更快速的进行回应 进行查证 如果你是个使用者 或者是你想要帮助你的父母使用 使用的方式也很简单 你可以在你的Line平台上面 直接搜寻Cofax 加拿加的官方账号 或者是在ID小老鼠 或者是扫描最右边的QR code 都可以很快速的加入聊天机器人 在你的好友名单 之后再把这个聊天机器人 加入你的聊天群组 它就可以进行自动辟谣 你也不需要因为心理的压力 或者是主动纠正长辈的压力 感到尴尬 那第三节课我们想要完成的作业 就会是回到聊天机器人的平台上面 刚刚提到的 你只要登入了网站之后呢 你就会看到很多需要查证的讯息 而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等你来答当中呢 去选择一则你想要回应的讯息 比如说木瓜是水果之王 实在目前是一个热门讯息 查证之后啊 选择我要查核回应 然后最后呢 提供有效的出处 刚刚提过了 不要是内容农场 好的出处 好的回应大概140字 然后去分类说是含有正确讯息 含有错误讯息 含有个人意见 像这一则它应该不会是不在查证范围 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努力 在可疑讯息当中 其实目前真的假的 已经收过超过7万笔不同的讯息了 那每一笔都可以再次回应 第三节课的作业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系统当中 实际登入 拥有一个第二场讲过的个人页面 那你可以编辑自己的头像 自己的图 自己的脸 自己的名字 然后你可以有一个自己的URL之后 实际参与这个查核的过程 你要达到的事情有几个 一个是写出我想补充 一个是能够对既有的回应进行查核评价 评价它回得好 回得不好 最后一件事情 就是实际的进行回应 在讯息里面 找出有争议的争点 找出情绪点 找出要回应的地方 整个都完成之后 就是完成了三个步骤 一个是给评价 一个是给予补充 一个是写新回应 都完成之后 你可以回去再看你的个人页面 除了会升级之外 应该也会有先改变的颜色 那你的个人列表上面就会产生 你在开源社群当中 所凝聚出来的贡献程度 而我们相信 只有透过这样越多人的参与 可以让不死讯息的查核环境 变得更好 也透过这些鼓励 透过这些想是游戏化的参与 我们希望社群可以长长久久 并且让更多人一起投入 试试查核的领域 也希望各位可以透过查核的过程 去了解自己的亲人 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问题 并且主动做出改变 帮助他们去查证那一些 可能伤害他们身体健康 可能伤害他们财富的一些错误的讯息 让更多人可以获得帮助 谢谢大家 还有所谓的份真正的 您观셉的认为тор黄青天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